词曲 李宗盛 诸位度民有永生的欢 词曲 李宗盛 词曲 李宗盛 愿主与你们同在 愿主与你们同在 公读圣路加福音 那时候耶稣对门徒讲的这个比喻说 虾子怎能给虾子领路呢 两个人不都要跌在坑里吗 学生不能高过老师 凡是学成的也不过和老师一样 为什么你看得见你弟兄眼中的墓穴 而不觉察你眼中的大梁呢 你看不见自己眼中的大梁 只能对你的弟兄说 弟兄 让我取出你眼中的墓穴 为君子 先取出你眼中的大梁 然后才能看得清楚 以便取出你弟兄眼中的墓穴 好树不能结坏果子 坏树也不能结好果子 每棵树的好坏 凭着果子就可以认出来 人从荆棘上采不到乌花果 从极力上也摘不到葡萄 好人从他心中基存的善 发出善怒 坏人从他所基存的恶 发出恶来 因为心里充满什么 口里就说什么 以上是基督的福音 祝福我们的善怒 今天的读经告诉我们 我们必须像塞塞子一样 像炉火 讨厌陶宫的陶器一样 像有一棵树所结的果实 来判断这棵树一样 我们才能够正确地看出 一个人存在的真相 德医师就是说 他到底是否沉于中而行于外 他是否言行一致 心口一致 表里一致 今天的福音 用另外一种方式 呈现我们每一个人 都具有的两种倾向 一个倾向就是 我们都好为人师 第二个倾向就是 我们往往都看得很清楚 别人眼中的木屑 但是却不会觉察自己眼中的大梁 我们都很会挑别人的毛病 但是对自己的毛病 都睁一个眼闭一个眼 对于今天独机 和福音所指出的现象 如果我们虚心地反省 大概在场没有人敢说 我没有这样子的现象中问题 所以今天两篇经文 对我们指出问题的症结 不是有没有这个问题的现象 而是我们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症状 跟倾向 以及我们又有什么方案 可以改善这种现象跟倾向 我们身为被天主所创造的人 我们都是灵肉的合一体 光有灵魂是天使 光有肉身 那就是很糟糕的低等存在 但是灵魂和肉身的需要和渴望 往往是不相同的 灵魂渴望绝对永恒 超性属神的事物 肉身寻求渴望 相对暂时 人性属血肉的事物 因为这两种 渴望跟寻求的不同 使我们在美丽的生活中 所做的每一个选择 其实就是在这两股势力中拉扯 由于我们没有办法靠自己的本人 本事 调和整合这两股势力 调和整合这两股势力 所以问题都产生了 所以口是心非或者心非口是 本来我们接受这个信仰 是可以帮助我们 调和整合这两股力量 但是由于我们信的不得法 又不愿意充分地和天主的那种合作 就会把天主白白赏给我们的生命的话语 整合的力量 约画变成为 使得道理 教堂 或者是伦理法族 而《伦乐道》 圣保罗宫图 在罗马人书第七章十九节 所描写的这种状态 我所愿意行得善 我不去行 而我所不愿意行得恶 我却去做 让我们看看 我们所相信的耶稣基督 他是真天主又是真人 那为什么在他身上 这个天主性和人性 可以整合得这么美好呢 我想请问大家一个问题 在我们教会中 最多是什么人 这场有个修女上个 我的管理课 她应该会回答 教会中最多的就是 金师和法利赛的 你对这个答案 有怀疑吗 金师就是我们神职人员 法利赛人就是你们在场的教育 如果没有这个 这些人不罪的话 教会现在闹到外面 满层风雨的丑闻 大概不会 牵涉现在这个局面 为什么会是这样的 因为道理 因为道理我们都知道 但是我们都会光说不列 要不是就是利用 所知道道理 来保护自己 攻击别人 批评别人 如果你圣经读得不太差的话 你应该很清楚知道 耶稣最痛恨的人 就是金师和法利赛人 骂得很难听了 你不要动手 耶稣都要做好 他至少真实 他的好事这里 不是那边装神弄鬼 说骗死人的话 还是不要钱 每天大家哭了 而且很多时候 要做好 耶稣痛恨的人 是因为 他们最会做表面功夫 最会自以为自己 是义人好人 其实 是为善的为君子 没有人是傻瓜 谁也会见人说人话 见鬼说鬼话 见神说什么话 最后也不晓得人说什么话 好 我在这里 我也愿意提供大家 就是 面对这个 倾向 状况的 改变方法 圣家主义 是我们耶稣会 所负责的堂 耶稣会的灵修宝藏 就是神操 神操 神操 就能帮你 改善这样子 有空自己回家也可以 研究研究 在神操书第23号 有所谓的原则和基础 其实我们所有的不一致 就是没有把原则给清楚 弄清楚 人受到的目的 人受到的目的 常该看自己受到的目的 他们能够帮助多少 便取用多少 能够妨碍多少 便放弃多少 因此 我们对一切受到的目的 在不被禁止 而能自由选择的事上 必须保持平心 和不偏不倚的态度 就是在我们这方面 并不重视健康甚于疾病 不重视财富甚于贫穷 不重视尊荣甚于屈辱 也不重视长寿甚于短命 其他一切莫不如此 总而言之 我们所愿意选择的 只是那更能 引我们达到受到目的的事 原则基础这么一大段 其实重点只有三个 一个就是弄清楚 我们到底是谁 为什么要回来这个世界上 那就是我们是受到的 天主造我们 是有目的和宗相的 我们不是我们生命真正的主人 虽然你很有人的一本事 那个弃不来的时候 你就什么都不是了 第二个重点 我们会不会善用 天主所造的其他一切受造物 来帮助我们达成自己受造的目的 和宗相 第三个重点 在不受限制还有自由情况下 要常常保持平心和不偏不移的态度 这样子能正确又自由的选择那更能帮助我们达到受到目的的事 第一点 第一点 没什么好研究 以您接受这个信仰 就是承认天主是主 是我身边的主宰不是吗 或者你干嘛信这个教 然后每天要天主听你的 你还给他当天主吗 还是我们常常保持平心 第二个 其他的一切受造物 怎么取用 所以我高兴 爱吃了拼命吃 不爱吃了 痛的不够一样 然后身体不好了 得病了 你要怪谁啊 你不是老大吗 你不是很厉害吗 继续耍 第三个 其实最重要的是第三个 因为 身为人 不了解自己存在的真相 你就常常处在不自由的状态下 而不自治 原则技术给你举的那四个例子 够传神 够直白了 健康疾病 财富贫穷 真容屈辱 长寿短命 这还需要选吗 这还需要研究吗 谁会不优先选前面 健康 财富 尊荣 长寿 重点不是后面那个 就一定不好 这些是方法 不是目的 但是因为你被你自己的本性 偏情的束缚 所以你就看不清 你就会把你本性喜欢的 当成就是绝对对 好的 優先在选 也没问题 如果你选了可以达到收招目的 正经你跟天使关系 就这样子吧 可惜它往往未必是如此 麻烦就来了 麻烦就来了 而且啊 我们还有一个危险 是在神灶上面没洗 因为天主爱我 所以给我们自由选择 但是你选 天天在选择中做选择 选择万能做 然后你又以为 常常觉得自己选择是对的时候 我请问你 你就不是天主了吗 你还需要天主干嘛 我本来天主照的那个安排的 正确的时序是天在上 我们在中间 其他的这个 这个世界上的一切受招物在下 我们选择是选 其他受招物 帮助拉近跟 增强跟天主的关系 而不是七弦八卦以后 你老子自己在上头了 天主一边 其他受招一边 我选择要跟天主玩呢 还是不要跟他玩 还是多跟这个世界 我喜欢的 满足我本性 私欲偏情的 多玩 那你生活会出问题 你怪谁呀 我们做辅导 常常碰到这样一个状态 我很渴望跟天主在一起 但是一想到要按照他的 又觉得好累哦 当然累 因为你里面部分人 保路讲的 你知道的你都做 你不知道 你知道错的你都做 那怎么会不累 因为天天都想 我干什么东西应该是对的 我应该是实权实没的 对啊 搞不清楚自己存在的真相嘛 那要去这个要干什么 我真的也不懂 你要证明你比天主还天主吗 你比天主还清明 好所以刚刚的三点 是 如果再换句话说就是 如果我们会将 自己跟天主的关系的位置 放正确了 以赞美崇敬 再侍奉他 来增进和加强 我们和他的关系 如果我们会正确 选择善用 其他一些受造物 来帮助我们达到 自己的受造的目的 就是增进加强跟天主的关系 如果我们对我们自己存在的真相 有三个一定让我们不自由的东西 那就是自身的贪欲 血肉的施爱 和世俗的施爱 都有足够的敏感 而能够在生活中努力保持平衡 以不偏不沿的态度 那我们就能够轻而易举的选择 正确的方法 达到我们受到的 这个不是道理 这是你在每天生活中 做每一个选择 不管它多大多小 要选择 也有一个标准 那标准在哪里 是在你一手里 是在天主那 是听你自己的 还是听天主 就是这么简单的 好 如果我再跟你说简单一点 再直白一点 那就是在每天生活中 我们要学习不断效法和消失耶稣基督啊 因为天主派 祂同一生子降生成人 就是希望 用祂的言和行 给我们每个人做榜样 告诉我们应该 怎么样做选择 和怎么样生活 就能后来回归复加 合而为一 信仰 一大堆道理 核心就只有这个 像耶稣作为良师学习 我们就能够借着反共自习 而越来越消失 也就能够 也成为别人的良师 而不只是变成瞎子给瞎子领入 也就变成为 结好果实的好树 因为 这样子 你根本不必担心 我会不会言行不一致 心口不一致 表里不一致 你就是真正一个好人 因为这好是来自天主 不是你自己自以为 或者别人以为你是好人 因为 耶稣来 我很喜欢说我们那句话 我来 是要给人带来真理 人理 使用我们自由 信这个教 能够别的 外面的其他的宗教不同 就在这里 我们从来没有 因为信这个教 让你从此过了幸福 快乐日子 升官发财 全部人都嗚嗚嗚 所以先要给的是 这个世界上一切 人数都不能给你的自由 无价值 因为我知道我是谁 我应该做什么 我不应该做什么 我一点都不要 见人说人话 见人说神话 见神说神话 在今天面子中 好好求这个人天王 没有什么比这个更宝贵的 要让我们起立 当然了 要让我们坚持 把我出去了 啊 我要拿来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